公子辞了一两赌方 就是为了把这个卖给在下 其实习管事有所不知 我们司马家虽然研制赌具 但是从来不开赌方 像这样的好东西 理应应该摆在像一两赌方 这样远近闻名的大赌场 才不至于浪费了我们的心血啊 是啊是啊是啊 你们想要多少 一口价五十万两 而且我保证 只有一两赌方 会有这样子的赌具 五十万两 你们不觉得药的有点多了 习管事 这风水大轮盘 一年能给你们赌方 带来多少的利润 我相信你一算就很清楚了 我们开这五十万两 还真不算多啊 好 既然公子如此爽快 我也不磨蹭 就五十万两 成交 齐管事果然爽快 英明 诸首 我只觉得啊 你这个点子值钱 没想到这么值钱 既然这五十万两呢 你再多设计两个吧 这样诸府的欠盈就不用愁了 小姐 这赌数传承千年 赌方里的赌具也不下百种 但你想想啊 赌徒们来来回回最爱玩的 也就那么几种 所以推陈出新哪那么容易啊 这风水大轮盘啊 也是我偶然想到 再加上十几年的推敲 做出来的 真麻烦啊 那古话怎么说来着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这赌具也是一样的 但说不定我们家小姐 竟然天象 搞不好一晚上 你能想出来一套 也不一定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 走吧 走吧 齐管师 少主吉姬 说要寻这两人 齐管师 这两个人 咋这么艳熟呢 快去追刚刚那司马兽 和他身边的小四 他们就是少主要找的人 快去 诺 云大哥怎么了 你进去吧 我就先走了 我还要回苏州 去找那个王八蛋 云大哥 此事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 回苏州也不急于一时啊 你人都已经到了莫府了 不进去看看莫公子和夫人吗 好 好 娘啊 你看我这土这么翻 可以吗 可以 这只啊 你看 剪掉 你看 不错吧 有吗 我娘一弄 可真漂亮 姑姑 表哥 阿狼回来了 表哥 你这小子 这大半年你跑哪儿去了 把舅舅和我娘都急死了 你看看 是啊 没个消息 舅舅还一直派人来 我这儿问你呢 你跟我说说 你这半年跑到哪儿去了 只是在江南闲逛而已嘛 只是闲逛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随便到处玩玩嘛 到处 阿狼 你和林姑娘的婚约 到底怎么回事啊 听大哥说 你们私定终身 可如今 你又回到了莫府 难道这大半年的时间 你们俩一直在一起啊 因为他恨莫老爷爱我娘 我娘记住在薛家庄 他便灭了薛家庄满门 我进了莫府 他便想杀了我 我不告诉你 是因为怕你夹在中间 左右为难 怎么回事啊 魂不守舍的你 没事 我可能就有点累了 这半年时间 我确实和丹莎妹妹在一起 阿狼 这婚姻大事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怎么能善定终身呢 这林姑娘也是的 大哥还未答应 她也还未过门 怎么能日夜跟你私混在一起 这要是传了出去 她日后还 无需姑姑操心 我会娶丹莎妹妹的 不是 阿狼 你要是真的愿意娶她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了 我呢 也会说服舅舅 让她同意 对了 我这儿有一把上好的马刀 你肯定会喜欢 要不要去我房里看看 你们兄弟二人许久未见 想必也有很多话要说 那就快去吧 走啊 阿狼 送你的 表哥 你有查出是谁下毒害死了不棋吗 一直听闻联谊客活动在京城一带 但不棄中毒后 就再也没有联谊客的行踪了 不是联谊客 是另有棋人 你查到是什么人了吗 你早就知道是你娘下毒害死了不棋 是不是 果然如此 枉费不棋 但你如亲哥哥一般 你竟然对她如此狠毒 阿狼 这件事情只有四个人知道 你这半年一直沉默在江南一带 不可能是从我娘回莫补身上查出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 难道 难道不信没有死 他死了 他已经被你们害死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从哪里得知 表哥你不需要知道 若不是你们是我亲人 我现在就抓你们去报关 不棋下葬后不久 我去过他坟前祭连 我发现他的坟被人动过 但我并没有洗衣经 我并没有开关验尸 阿狼 不棋是不是真的没有死啊 你见过他对不对 他现在在哪儿 我说了 他已经死了 就算他没死 你现在要问他做什么 难道 你还想再害他一次吗 我怎么可能害他呢 我是什么呀你还不明白吗 是我一时疏忽 才让我娘害了他 如果不棋现在还活着 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他 表哥 表哥 你给我记住了 如果你心中还有愧的话 你就跟姑姑多念些经 为不棋祈福吧 捷神 捷神 少爷 你马上去江南一带查一下 有没有不棋的消息 少爷 小姐没有死吗 记住 没在张扬 尤其是我娘 明明点行动就好 现在就去 诺 阿姨 但是 但是 我正准备 SEE 把缓解毒性的解药给你送过去 你就回到莫府了 哥 解药还没治出来吗 此人下毒十分古怪 我的解毒试验一直停滞不前 不过他还算守性 每隔三个月就会送来缓解药 不然 我们早就毒发身亡了 他不会轻易让我们死的 你们两个继续留在莫府 监视莫府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回报 待我掌握了莫府的一切 就是你们解毒之日 莫 他还要利用我们监视莫府呢 说来也奇怪 这自从划不起假死以后 他从未给我们下过其他任务 我想 他也知道你追随云朗而去 却也未阻止 大哥实在是想不出啊 他到底想要干些什么 不管他想干什么 最后我都会杀了他 为爹报仇 大莎 你最近跟云朗如何 你找到一条路上 那他都会想不出 一条路上 还要是想不出 一条路上 我都会在这条路上 一条路上 高兴 他不认为 他不认为 这条路上 可是他不想不认为 这条路上 他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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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丹沙妹妹许久被见面了 过来说些事情 现在已经说完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二位了 玉泉大哥 你再更好 我正准备和丹沙妹妹聊完之后 去找玉泉大哥呢 我想年后迎娶丹沙妹妹 不知玉泉大哥是否同意 我这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令尊他 我会回去和我爹说的 到时候聘书和聘礼都会送到 绝对不会亏待丹沙妹妹 好 如此甚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来 云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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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因为那天 看到了我的丑态 所以才想对我负责吗 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肌肤之亲 我礼当应该对你负责任 如果丹沙妹妹 已经对我失望的话 我现在去找玉泉大哥 说你不同意 我同意 虽然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不弃妹妹 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我 我说过 我只要一个机会 只要一个能留在你身边的机会 就足够了 我既然娶你 定不会赴你 我现在就回飞云堡告诉我爹 你留在莫府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这段日子陪着我 你也辛苦了 不辛苦 那云大哥还回苏州吗 不回了 想来想去 是 只有衙门那个东方石会对我们下手 但我们毫无证据 无从下手 而且 我也不想为了这件事情浪费时间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云大哥能这么想 我就放心了 我也不想再看到云大哥受伤了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回去了 云大哥 这是药灵庄出世之后 我为自己求的平安玉 云大哥你带着 我希望你 一世平安 再无烦恼 拿着 谢谢 谢谢 庄主怎么办 这个毒气好像已经穿过手臂 进入身体了 平安 师父那边还没消息吗 没有 谁 清管事 你为何在门外偷听 庄主饶命 我也是奉命行事而已啊 庄主 你没事吧 这金针在体内游走 千万不能动气啊 柳清吾 如今明月山庄分为两派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的人 你要是想活命 最好我派我回去禀报庄主 或许 还能解了你的金针之苦 庄主 要不要杀了他 庄主 好 好了 戏眼够了 就放他回去 跟柳明月通报吧 怎么样 他们都是什么态度 属下也将庄主的亲笔信 给他们看了 不过 他们大多都是墙头草 况且 有情我也曾经说过 谁要是敢借着庄主的名头作乱 就惩戒谁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 也都是持官望状态 谁也不敢得罪 官望 既然他们不珍惜我给的机会 就休怪我无情 到时 一个不留 诺 庄主 还有余事 柳清吾金针发作 貌似极其痛苦 抓我的时候 还疼瘾了过去 属下这才有机会逃脱 金针之痛 痛入骨髓 足以瓦解一个人的意志 尽管是 你再去一趟明月山庄 告诉柳清吾 就说我可以帮他医治 但地方我来选 他只能一人前往 这 柳清吾 他会同意吗 你只管去说 算算时间 他体内的金针也该发作 不 想不答应 也得答应 他奶奶个熊的 那个柳清吾 敢得罪咱庄主 让他过来 老子砍死他 我还不想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尽管是 他一旦答应了我的条件 你就带他去山洞 直接杀了 诺 庄主 我 清吾 师父 你身上有伤 别乱动 莫府把你们伤成这样 幸好 你逃出来了 我现在就用金针替你施疗 你忍着点 托儿不敢劳烦师父 忍着点 金针刺穴 可以活落你被堵塞的经脉 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一些 等你身体完全好了 我自会帮他解除 以免他在你的血脉之间游走 再伤了你 好点没有 好多了呀 多谢师父 师父 您的医术可真高明 那你好好休息 我伯说 那孪生姐妹腿上 有青涩的胎记 我昨天问过你有没有 你说有 这就证明 你就是那孪生姐妹中的一员 师父 可否帮清言看一下腿上的胎记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胎记 胎记怎么了 小的时候这个胎记还在 不知道为什么越长大就越淡 现在 都快看不见了 胎记本就是血脉淤质 随着你长大 难道慕若飞说的是真的 他怎么会知道胎记在腿上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 还想请师父再行金针之术帮我看看 说起来 师父您这金针之术可真是神奇 可治病亦可欲敌 师父 您曾说这是主上传授给您的 主上可真是武学奇才啊 主上博学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也只是雕虫小技 师父 您是何时遇见主上的 当初 主上早已知晓 薛妃住在薛家庄 所以偶尔会去看看 我记得 我是在吉吉之年 从安堂回薛家庄的时候遇上的主上 从此 就结下了情缘 我在安堂习武 后来经他指点 更是一日千里 师父 您总说在薛家庄常受人欺辱 主上传授您武艺 薛家庄必定无认识您的对手 师父可有趣报仇 秦妍 秦妍 你还记得为师说过的话吗 反敢得罪我的人 我必不会让他好过 我定会让他们百倍奉还 墨伯当年放火烧了薛家 曾查出一件事 在他放火烧薛家之前 已经有人杀了薛老爷的儿子和儿媳 还抢走了一对 在长宝中的孪生姐妹 那个薛老头敢轻视我 我就将他 视如珍宝的儿子给杀了 到现在 我还记得 他跪在他儿子尸体面前那个样子 我也要让他尝一尝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 杀得好 改修辱师父 薛家就算断子绝孙 被图满门 也只不过是报应 断子绝孙 师父 您难道没有杀光他们 还留有余念 师父万万不可心软啊 留着只会是祸害 应当赶尽杀绝 为师还需要你来骄吗 清言不敢 不过 他倒是真成了祸害 清言 为师正好有一个任务安排给你 柳清武已经叛变 为师 如果真的这次能把他给杀了 你就假扮柳清武 接近东平军王 清言 绝对不会辜负师父的 你要快点好起来 才能替为师办事 为师还在等你 替我报仇雪恨呢 你好好休息 嗯 我是不会背叛她的 我是不会背叛她的 但你有养育之人 那如果是 杀父杀母之仇呢 公子 何出此言 莫伯当年放火烧的雪茄 曾查出一件事 她放火之前 已经有人杀了 薛老爷的儿子和儿媳 还想走了一对 在墙堡中的孪生姐妹 我找到当年接生的吻婆 吻婆说 那孪生姐妹腿上 有青涩的胎记 我昨天问过你有没有 你说有 这就证明 你就是那孪生姐妹中的一员 也难怪柳明月 对你们如此无情啊 因为 她是薛老爷和婢女所生 从小背受轻视 她恨薛家所有人 自然也恨你们 你骗我 师父不可能是杀我父母的凶手 那我放你出去 你去查一查就知道了 你去查一查 恐怕那些人 早已被公子所收买了吧 那你可以直接从柳明月身上下手 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看来真如墨若飞所说 原本 我从墨府假装重伤回到你身边 对你 还心存一点养育之恩 但如今 你 可是一点都不剩了 师父呢 庄主不放心你 让我们防着你点 确定你没耍什么花招 才能带你去见她 我现在命都没了 我还有什么好耍花招的 走 快点 快点 少爷 前方这就是沙丘之地了 毫无折腾 我们不能跟得太近 尽量靠近一些 实在藏不住暴露也无所谓 柳姑娘安危最为重要 诺 危险 尽管事我们到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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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师父彻底不信我了 刘姑娘有危险 快 九卿五 你果然是装的 胆敢背叛庄主 庄主吩咐 只要我们现在就要了你的小命 你都上了 刘姑娘 没事吧 张琪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会的 记住用 没用的 他们在兵器上催了毒 我感觉毒已经尽了心脏 我快不行了 不会的 你坚持住 不会的 易神鹰还在府上 他应该能救你 好 怎么样 好点没有 张琪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先别说话了 我怕我不问我就来不及问了 你这一声装 除了划不起 还有喜欢过谁吗 没有 没有 你是知道我的心意的 我为了你不惜背叛刘明月 我只是想知道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还是那个冷血狠毒 利益熏心的人 最初和你接触的时候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但是跟你接触久了 我发现你和不齐一样 都是一个可怜的人 但肯定就是宁明欲的 都能让眼神 只要是太好了 这是一个小孩 对我 我说一眼 我的好玩 我上次瞑想要 我上次来 我不是这样的 你还好吗 我说不想要 如今我算是还你了 你想要对付柳明月 我会一直帮你的 我愿意为你承受任何痛苦 只是 我希望能一直见到你 都是一些小伤疤了 早就已经好了 你终于敢承认自己救治连一科了 你既然早就查出来了 我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很开心 你终于愿意和我坦诚相对 只是 我可能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不然 你一定会喜欢我的 可惜 我去看一下一神医有没有来 不要走 清窝 以后别这样了 清 姑娘 柳总管说姑娘中了毒 可是老夫细查姑娘之脉 只是弱了些 并无紊乱中毒之迹象 奇怪啊 可是我刚刚 确实胸口像针扎了一样 我还以为是我中毒了 是 我还以为你 给你按 myths 王� 我都能管 你15分之十分的 不算是 并连不过 同学 我都很管 来 请 没想到又死里逃生了一回 可惜这次没有见到柳明月 金针未解这招 已经骗不了她了 无妨 总会找到她 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 沙飞为了避免沙飞我暴露 一旦有其他人进入时 总是会套上头罩 我跟了清管师两次 虽然最后都被甩开 但是她去的方向 好像就是沙飞窝 我怀疑 柳明月就藏身在沙飞窝中 只要能偷偷地进沙飞窝 说不定就能找到柳明月 你是说沙飞 也是明月沉重的事例 对 可惜沙飞是和柳明月单线联系 明月山庄的其他人 都不知道沙飞的真正据点在哪儿 而且沙飞狡猾 常常更换据点 就连西州府也有不少他们的眼线 一有风吹草动 他们就立刻逃走 所以官将军 才会一直无法剿灭他们 我去找找他们的据点在哪里 我跟你一起去 不必了 人多反而容易暴露 在你上美好之前 先别去明月山庄 你我也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只是把你当朋友 没有其他的想法 你不会永远把我当朋友的 好了 以后再说这些了 我们就谈谈沙飞吧 长青 你准备怎么找到他们 若是要在沙漠中求生存 一定会留下些蛛丝马迹 我去找找就是了 你先好好养伤 哪儿都别去 长青 总有一天你会喜欢上我的 我柳青吴想要的男人 一定可以得到 少爷 你自己去沙漠找沙匪 沙匪警觉 去的人多了更容易暴露 我一个人去沙漠就行了 你和小六在市城接应我 我也和关将军和杜池服战 那么时刻准备着 万一我能摸清沙匪的不防 你就让关将军一并狡辩他们 为西楚州除这遗害 那少爷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和杜池服战的不防守 那些是刘池服战的不防守 守战的不防守 我以为了还要判击 一刘池服战的不防守 这些是有信价 是同时的 赌方的生意至少会涨三成 你给他们出价多少 五十万两 五十万两 他们人呢 跟到哪儿了 他们自隋州登船渡江 往江北去了 江的对岸是登州境界 我们因为追得晚 所以只追到了江边 但属下已经 命登州境内的人注意他们了 相信应该很快 就会有他们的消息了 行了 下去 诺 好你个猪丫头啊 竟然将东方家的产业 变成你赚钱的工具 一个新赌法就赚了五十万两 你可真能干啊 还好一两赌方 是咱们东方家的产业 能及时传消息给咱们 要不然 还真被他蒙蔽了 去了京城 我们现在就去登州 找猪丫头 去哪里 你不能 旁边 如果对 你这小狗 那我们先降 吃饭了 咱们去看 能不能做票样 然后哪个幸运的人 要是抽中了 带有标记的这个票样 就可以获得大奖吗 没错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可以在这个读法上做个改进 你看啊 单凭现场抽奖 这人数上会有限制 那不如就抽数字 在这个票样上 填一到二十之内的数字 每人可填七个 每五天开奖一次 填中所有数字 则得一万两 钱中六个的三千两 五个以下博货价 怎么样 你这方法好啊 人人都能参与 还不用开赌方 是吧 不要了不要了 而且呢 这个花两个同伴 就可以买一张票样 博一万两 这谁都想做的 我保证 就连苏州府卖菜的老头 都会想要买上一张 而且 苏州府有钱的商人这么多 每天 那个五两十两进去的 肯定没问题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 做到杭州 扬州 甚至全国去 你这个方法清晰还不错 但我总觉得哪有点问题 有吗 你想啊 你这种毒法 跟我这个风水大乱盘 完全不一样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朱家能做 别人家也能做 是不是 你想啊 虽然我们朱府 是江南首富 但应该首富 也要听官府的呀 这苏州有苏州之府 又是晋王的封地 如果晋王 想搞这个事情的话 那你说老百姓 是听晋王这个官家的 还是听我们这个 朱家商家的 是不是 万一这消息 再传到皇上耳朵里 皇上起了心 啊 让全面铺开全国座 让官府放开座 难不成我们朱家到时候 还能跟皇上去做对吗 所以你说的这个办法啊 他最多就能做一个月 朱家就做不下去了 真是 自古明不与官斗 更何况是和皇上 嗯 哎呀我白想啊 哎呦 你不能这么说啊 小姐 这才多一会儿功夫啊 你就想出一个这么好的点子了 啊 啊 你看 你也是经商的奇才啊 对不对 你不要灰心嘛 好好再想一想 说不定能想得更好了呢 哎呀 嗯 不想了 嗯 先赶路吧 先去走啊 嗯 哎 我们今天在哪儿落脚啊 嗯 嗯 那个前面不远处的塞子里 有一个龙虎客栈 我们今晚就出那里吧 嗯 走吧 走吧 嗯 嗯 нак automatic 嗯